AudioJungle AudioJungle 2018年1月20日,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中与两韩代表商讨朝鲜,下月参与平昌冬奥的各项安排,路透社国际奥委会在瑞士举行会议, 已决定朝鲜,下月参加平昌冬奥的安排细节,而两韩计划,下星期派先前对护法,为奥运及交流活动,做好准备,综合媒体周六、20日报道,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与两韩代表等,周六在瑞士、洛桑总部开会,商讨朝鲜参加平昌冬奥安排,包括朝鲜参赛人数、两韩和祖女子冰球队等, 最后要由国际奥委会决定,而两韩先前队,下周会互访考察,韩国计划,周二、23日至周四、25日,派先前队到金刚山和原山滑雪训练场的视察, 朝鲜参加平昌冬奥安排,朝鲜先前队与周四会到韩国市茶赛场和宿舍等,为朝鲜运动员,下月1日入住选手村做准备,朝鲜原计划,周末, 20日由三尺渊婉仙乐团团长弦松月,率领七人代表团到韩国市查首尔和江陵的演出场地,但周五19日婉突取消行程但没交代原因,不过到周六下午,韩国统一部接货朝鲜通报,将于周日21日派艺术团代表到韩国视察,另外,日本放送协会,周六引述韩国政府消息人士报道, 只为星途骗贤,是朝鲜,在平壤市郊,部署大量士兵及车辆,相信是为阅兵宴席,报道指部分于朝鲜友好的国家已收到邀请,在下月8日出席仪式,当天是平昌冬奥开幕前的一天,有关阅兵仪式设计,灭朝鲜人民军建军70周年。